罗志祥是一位知名的歌手和演员 曾经在娱乐圈风光无限 但今年因为与周扬青的分手风波 他鲜少露面也暂停了所有的工作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最亲的人 就是他的母亲 11月20日是罗志祥母亲的生日 也是罗志祥的农历生日 他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祝贺妈妈生日快乐 并晒出了一组温馨的合照 照片中罗妈妈身穿黑色短袖 红色羽绒夹克戴着一顶棒球帽 笑容满面看起来很年轻 罗志祥则是身着一身黑色套装 戴着帽子幸福地站在妈妈身后 一起在切蛋糕的过程中拍下了合照 场面也十分温馨了 罗志祥的爸爸在他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罗志祥一直都非常孝顺自己的妈妈 他曾经说过 我妈妈是我最爱的女人 她是我最大的动力 他也经常带妈妈出国旅游 给她买名牌包包 让她过上好日子 网友们看到罗志祥与母亲的合照 纷纷留言祝福 有人说 罗妈妈生日快乐 罗志祥加油 期待你的回归 有人说 罗志祥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 罗妈妈也很漂亮 祝福他们 有人说 罗志祥的笑容很灿烂 希望他能走出阴霾 重新站在舞台上 罗志祥虽然遭遇了很多困难和争议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信念 他还在努力地学习和进步 为了给粉丝带来更好的作品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他还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他们的爱和感激 罗志祥是一个值得尊敬和支持的艺人 我们也祝福他和他的母亲生日快乐 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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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